考研调剂过程中还是要抱着拿不到调剂单位的名额的心情来选择自己的调剂的单位 毕竟在调剂的过程中你基本上是要和全国的高分考生在同时调剂 尤其若你的出生还差一点 你调剂过程中的成功率很低 尤其是你的心又高能力又不足 心高气好好高骛远的时候 因此在调剂过程中我还是建议一步到位 直接到比较一般的院校 直接调剂 完成尽早完成调剂报名以及复事 直接到调剂的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